大家好,又是華夏基金的8分鐘理財 我是Fedrick,和大家見面的時候 每次見面市況都有些很特別的情況發生 好像今天,恆指跌了2% 亞太區股市全線都是跌的,包括A股也是跌 恆指、國指全部都向下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剛才出來之前就有個韓國的投資者打給我 當然是機構,他打給我 問我今天有什麼特別的因素發生 究竟現在這個位置應該怎麼看呢? 基本上這些問題都是在鏡頭前面的聽眾都會很關注的問題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就不是一些單一的事件,就說今天發生了什麼 而是說一直以來隱藏著的情況 逐漸逐漸逐漸在爆發 我們之前也講過新興市場的問題 自從土耳其發生了貨幣的貶值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在想會不會有可能會燃銷過來 亞洲的新興市場 甚至乎是全球的新興市場 我們隔夜,昨晚南非出了第二季經濟的數據 就是萎縮0.7% 預期它會微增長0.6% 但回到後,它現在經濟是向下走 跌0.7% 其實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雖然你看到它是微跌的 但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即是南非的經濟開始動盪,開始動搖 再加上它那個貨幣,南非的難突 已經跌到兩年的低位 南非一邊想在這裡冒火 另外一邊說阿根廷我們知道它的債務危機 一邊就在問國際貨幣基金拿錢 另外一邊也在賣國有的資產去籌期 恐防它會有一個違約的情況發生 在亞洲,我想整個新興市場跌得最嚴重的就是印尼 印尼市場跌了5% 在這樣的一個市況下 其實在整體的亞洲的新興市場上 其實都是很難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勢頭出現 即使我們是說過去過去的三個月 我們所見到的那些基本面 其實並不是說去到這麼差的情況下 但是因為外圍的因素非常之不利好 所以會導致到那個廣股 尤其是也都會比較受衝擊 因為香港始終在這個亞洲 整個新興市場裡面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上資金流出流入 亦都是比較快去體現的一個地方 那麼新興市場下一步會怎樣呢 我們就覺得新興市場貨幣 可能會是下一個比較脆弱一點的環節 那麼新興市場我講的是 比如亞洲的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等 這些地方就不直接包括香港或者中國大陸 這個因為他們的新興市場其實是一個整體的體系 如果有幾個大的 好像南非、阿根廷這些出了問題的話 它是會引發起整個整體一連串的效應 去令到這個資金在這些新興市場上撤走 回到美金上面 尤其是我們見到美國昨晚出的經濟數據非常之好 它那個生產力是一路向前摘得比較快 也都令到本身在那個美元指數開始走弱 現在就開始回穩一點點 所以變了是那個新興市場貨幣的衝擊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各位投資者有做一些新興市場的投資的話 無論是股票也好或者是債券也好 甚至乎是房地產現在很流行的 在東南亞地方去買房地產的 都可能要留意一點點 未入市的可能可以提醒一點點 入了市的話 就要想想怎樣去調和一下貨幣市場可能帶來的衝擊 因為我們知道新興市場的體制 是比較不太完美的 他們一是就有資本的限制 又或者是他們本身的國債比較高一些 所以萬一如果他們出了什麼事的話 那個國家的資本流出流入的門檻可能可以突然間提高 變成你拿錢要拿出來的事情 就不是變得那麼容易的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 在中國方面我們看到通脹最近 開始有微微升溫的情況發生 主要是來自於豬肉的價格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通脹 我們叫做Core CPI 即是以食物來做一個最重基準的話 豬肉的佔比是最大的 因為內地在罵豬瘟 雖然我們未體現到豬肉價格是嚴重的抽升 但是我們有可能會預測到它那個CPI 即它那個Inflation 就可能會有抽升的這個現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行很可能就會變成它那個本身是中性的 到現在那個貿易戰 它又用一些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令到人民幣有向下的調整 現在因為豬肉問題 可能會導致它那個通脹盤腸抽升 它可能會有加息的這個可能性 或者是應該這麼說 緊縮一點的一些政策 有利有弊的 緊縮一點政策的話 首先對那個人民幣會作出這個支持 但同時間會令到利率有可能會抽升 但我們相信它不會像美國那樣抽升那麼快 因為美國今個月月底 我們很相信它會加息 年底也有機會會再加多一次 但是中國來說 暫時我覺得 以它現在在一個外圍因素下 它不會有一個很快的加息的部分 所以可能會微微上調 微微上調的話 它所有的存款利率 國債利率 那些所有利率都會向上升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利率方面去留一留意 我們之前也都建議各位 就除了是一個這樣的上落市的情況下 我相信大家現在很多都是用 很多都有玩這個兩倍一倍的槓桿反向 做這個在短線上是可以的 我之前所提過 可能是一兩天之內 大家要用正向反向的ETF去做一些套凳 或者牟利 現在可以長線一點 可以去三天四天都可以 因為我們看到 港股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區間的浮動位在這裡 但是在這個同時間 其實大家可以多些留意一些 債券的產品 譬如好像中國國債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剛才我所說的一些國債 會影響國債利率的一些因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國債的利率 所以我們所見到的 就是我們本身每天都看著一些盤 看著一些買賣價 或者是那個資產淨值和價格的分別 我們最近這幾天見到的 就是在國債的ETF的需求上面 是明顯增多了 例如大家今天都可以在自己的機器上 看看我們213的交易狀況 在這幾天的一些變化 尤其今天是那個 那個價格和那個資產淨值 也都是有一個折讓在這裡 所以大概折讓都有差不多1% 就是說你在價格那裡買 你現在市場造價115.4 這個沽位那裡買的話 基本上你是買便宜了1%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上落後的一個trade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這樣的做法 不妨看一看213 那在現在這個股市動盪的時候 一些比較低波動一些的東西 是比較多一些投資者會去關注的 因為第一比較安全一些 第二也是有一個派息的作用 我們債券ETF在派差不多3.8% 其實是比任何你 就算最近銀行在這裡提升的存款利率也好 其實基本上都是比較有優勢 還有你也有在這個債價升的時候 你的ETF也會升 有幾個這樣的優勢在這裡 我們一年派4次息 之前也提過 接下來就是10月份會派息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多多留意這件事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下個星期三再和大家見面